張公代陣 兵風馬亂 人人都走 怎算好呢 老婆 快點 你還這麼自由 一秋而留 兒子又重新動 你猜好自在嗎 看看看 黃耳成家人都走了 二哥 你去哪兒 寶長 我們走 走去哪兒 哪兒就哪兒 在長平縣 我有個親戚 現在去投靠他 看又如何 你一家大小都好 很辛苦 行不行 行不行也是這樣 是啊 現在天寒 大半年沒下過雨 中和不行 中脈又不行 我們耕田 那就唯有走 投靠親戚都不是辦法 誰不知道 開口靠人難 不過都好過白白餓死 那就是了 看著你 整整一下 還會瘟疫 寶長 我們窮等人家 真是無格宿之糧 守庭口庭 現在沒得耕中 吃西北風 不行 寶長 這裏都有富翁 但是連施捨也沒有 救濟下也好 你說是不是 老邊也有大屋 那就是 本來兆家都可以救濟下 不過這次 好難說 走啊 走 走啊 變起了 還不走 走快點 老哥 成鬥豬這麼趕著 去出城嗎 出城 現在走爛了 跟你說得浪費 老哥 你有這麼多豬 即是有身家啦 你也要走懶 你這次說法 人都沒得吃 何況那些豬 豬沒得吃 不肥 誰買啊 遲下 怕有雨落的啦 望天打掛 坐以待斃 哎呀 別搞了 喂 走啊 還行 打你了 走啊 喂 都不知死的 喂喂 老哥 什麼啊 老哥 在你這傻身為保障 喂 跟你有錢人講說 走啊 喂 喂 喂 老長 就是這樣啦 你有身家 你不走也沒問題 我們不走啊 遲下水也沒得喝啊 是啊 我們走吧 走吧 哎 兒子家 不要哭啊 不要哭啊 怕肚餓吧 是吧 沒關係的 他扭計而已 喂 喂 阿姨哥啊 從這裡到長平縣 要經過樹林 要走些山路很崎嶇的 阿嫂背著的小弟哥 很難走啊 難走也要走的啦 捱世界啊 有什麼法子啊 走吧 走吧 啊 保重啊 是這樣的啊 我們起行了 好了好了 那你們保重啊 好聲啊 路上小心啊 好了 保重啊 快點走 唉 真是煩啊 老天啊 你給一下面子 快點下雨啦 禍到失修 這些人民好痛苦的 唉 真是壞啊 留了東西了 喂 老哥 你回頭啊 為什麼呀 留了東西咯 那些有錢人就住在路邊的 他們存了大把米糧的 你不會和他們聊一下 叫你做善事 嘿 團職俱旗 啊 又是道理咯 邵家大屋就在這裏 不如去探一下邵大少也好啊 老兄 這裏 很不少 好 來 蓬勇 我 你 抓你 心想的 能不能奔心 點兒 你 我 我的手 這裏還有, 你一笑 雀鳥, 你真是頑皮 叔叔這麼漂亮都不肯吃 人都快沒東西吃了 吃吧, 快點, 吃吧 寧虎, 你寶長來了 寶長, 怎麼這麼錯當 坐吧, 叫叉香斟茶 我會, 等我去 寶長, 我都想找你 這麼巧你又來 有什麼貴幹? 沒什麼事 不過… 大家這麼熟, 要怎麼客氣呢 有話就說 少大少, 近日很多人離開, 去別處找食 我知道, 我見了 我家屋近住大路邊 這幾天的人都靈靈臨臨走 擔住行李, 扶老葵休 對, 有些人是走得動 但是有些人是走不到 又沒得耕種 老天爺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下雨 唉, 真是煩 唯有望天打掛 寶長, 請喝茶 謝謝, 請喝茶 謝謝 謝謝 現在天寒, 天天天都這麼猛烈 田土都乾了, 還不下雨 那倒是 是呀, 很多靠耕種的人 現在已經面臨絕境了 是呀, 先幾天, 黃百萬不是撕竹的 是呀, 黃百萬就是撕捨過一百口米 煲竹撕捨, 救濟過一時的 不過現在一百口米都完全沒有了 啊, 那張家是不是有些米麥拿出來的 那倒是, 都是一百口米 不過還有五十口麥 但是都派光了 又派光了? 是啊, 現在真是燃眉之急 都不知道怎麼算好了 我還在想, 看有什麼辦法 是呀, 是呀, 是呀 邵大少, 想一下吧 你家之風口, 看看怎麼樣 那你說怎麼樣, 保長 大少, 我說你有什麼辦法 不過實不相瞞 外奸的人就傳大少你 外奸人怎麼說 他們說, 他們說 說我有錢, 還是說我有米 是呀 他們說大少你, 有些米儲存起來 是呀, 是呀 這些是人盡皆知的事實 我是有幾倉米糧存起來的 大少, 那你打算怎麼處理這幾倉米糧呢? 嗯, 我還在想著 大少, 不如這樣吧 反正現在有價錢, 而且人也有需要 那, 不如賣掉它, 好嗎? 不要, 我不想在這個米糧 這麼缺乏的時期趁火打劫 是啊, 她是想拿來鎮制的 唉, 那就最好了, 那就最好了 這些米糧來鎮制真的最好, 功德無良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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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派飯了, 好嗎? 唉, 私竹派飯只有名字 沒有什麼實際用途 什麼呀? 沒有什麼實際用途? 私竹派飯是救命的 可以吃飽人的, 善事來的 是善事, 不過不切實際的 為什麼不切實際呢? 長貧難顧 你們看看, 黃伯曼和張家 不是捐了很多米糧出來嗎? 待會就燒好了 現在又要想個辦法 那也是 那也要想個方法才行 是啊, 現在饑荒時期 家裡有這麼多米糧, 很危險的 你知道啦, 很多機民的 是, 我知道, 我知道的 靈府, 那你有什麼好辦法? 嗯, 我都考慮了很久 怎樣? 我想以公代鎮 啊? 以公代鎮? 是的, 以公代鎮 我覺得與其就這樣撕捨了米糧出來 倒不如在地方做一兩件公益事 當然, 將米糧發放, 請人來做工 讓他們賺點火食 一舉兩得 你們說好不好? 哎呀, 好啊, 好主意 哎呀, 這樣也不錯 但是不知道, 少大少要做什麼 公益善舉呢? 我想收足功勞 收足功勞? 好大工程的 我會負責搞定它 哦 那如果米糧不夠做人工呢? 如果不夠, 我就全部捐獻 哎呀,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那不單只是本地的機民有福 也都是地方上一件大德證來的 我啊, 你也樂於參與的 真是覺得, 與有榮譽 哎呀, 保長, 你好有功德 將來一定要找你幫手 那時候你千萬不要卸博 哎呀, 不會, 不會 少大大, 你放心都可以 我啊, 你怎麼會是這麼 單獨的人呢? 我樂於幫手 對了, 少大少, 那收足哪裡? 哦, 我想收足由本地到長平縣那段路 哦, 那段啊? 是啊 少大少, 那段路很崎嶇的 又有山路, 又有樹林 那些經濟啊, 捕到人家怕了 是啊, 我就是有見及此了 哎呀, 少大少, 你這樣做呢 真是功德無量了 哎呀, 保長, 這些是份內事 不值得稱讚的 不過這樣, 請你即日和我去鄉公所 發出消息, 招請農民做工 好, 好到極 我就要去衙門, 叩見縣官大人 請他批准我開工, 收足功勞 是啊 不過, 不知道院官大人會不會批准呢? 哎呀, 其實這件事我跟他說過一下 他很贊成 我去見他只是例行公事 那就好了 哎呀, 阿瑞啊, 你過來 哎呀, 保長, 叫我呀 是啊, 是啊, 當然叫你啦 哎呀, 阿瑞啊, 你過來 阿Sir,我們快要乘船出城了,不用走路那麼辛苦 當然了,現在開盡橫塘水道,滑心水道 以後不怕渠道,雨室,交通就暢通 我如果出門,幾帶都不走路,一如乘船 我要省下腳步,多好 是呀,是呀,少大少來了 說起,大少,你真是勤力,你不僅出錢,還出力 令地方向得益不少 大家今天好,功夫難不難做? 我不難做,很容易做,很順利,很順利 老哥又來了,保長 怎樣呀,老哥,今天天氣很麻煩 保長,不知道有什麼大血小弟呢? 大血?我怎麼敢這麼大膽? 你老哥這麼多肥豬,真是家肥屋潤,不用別人大血 保長,不要提豬了,別人生疏 我一去到那裡,就被人騙了 現在只有我一個,想想都是故鄉好,現在就回來 就是這樣 保長,聽說這裏有工做,可不可以預算我一份? 那你問一聲,邵大少,邵大少 想做工嗎?沒有相關,你去保長登記 我都有份做工嗎? 謝謝小太少,謝謝小太少,謝謝小太少 謝謝小太少,謝謝小太少 阿姨呀,什麼是你呀? 你不要做這些工夫了 下水渠挖危,很辛苦的,讓其他人做 不要緊,那我幹什麼? 你去幫大家搬些飯送出來 吃過下午飯再開工 好,好,好,我去幫忙 吃飯 二哥二嫂,你們都回來了嗎? 當然了,我們一知道邵大少 以工代振,有工做有飯吃 雖然是辛苦些,我們都馬上回來 是啊,誰想來鄉別井 是啊,現在黃塘水渡疏進之後 大少還要收足功勞,有時間做 是啊,真是開心 看樣子,我們這幾百人都可以度過饑荒時期 是啊,趙大少真的有想頭 由慈悲為懷 佛陀教我們要福為相收 要和大家結善緣,那就是收福 花點心思想想事,什麼盡其用,任盡其才 那就是有智慧了 是啊,你真的說得對 第二天我們有一條通到縣城的公路 又有一條大堂路,水陸交通都暢順 真是好啊 哎呀,邵大少的功德真是厲害了 而且又開了以工代振的先為 真是功德無量啊 功德無量啊 哈哈哈